今天我摘起了頭髮 因為我的肩膀的位置是很A的 希望大家不要留意我的肩膀 我自己知道我的肩膀是...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五月最愛 我已經很久沒有拍最愛的影片 織織織織有很多東西跟大家分享 過去這幾個月 尤其這三個月我來到美國 我買了很多新的化妝品 如果要我全部講完這些新款 我想這條影片應該會成半個鐘那麼長 先說一下 我的護膚步驟其實沒有特別變 我也沒有買什麼新的護膚產品 因為很多東西我都是從香港帶來用的 但這兩個半月我就已經用完了 這個是FANCO的卸妝油 還有它的洗麵粉 如果你用FANCO的話 開封之後最好一個月內要用完 因為牌子的修理項目 就是它是無添加,沒有防腐劑,沒有香臉 所以你是不用省的 這兩樣產品其實我很久之前已經有說過 但我經常用這些產品都會試不同的新產品 我之前有說過一個卸妝油 就叫做Tatcha 就是在Sephora有得買的 好像在香港的Joyce Beauty都有得買的 很貴,六百多塊一支卸妝油 那支卸妝油我真的非常喜歡 但我有兩個朋友用完之後 是爆瘡,令皮膚敏感的 如果你真的很怕用油 而且你是用什麼都很容易爆瘡 我很少聽人說過用FANCO的卸妝油 是會有爆瘡的問題 那這個真的很溫和,很乾淨 而且我自己無論如何卸妝 我一定是用油卸的 就算你用卸妝水,卸妝紙 我總是覺得不夠乾淨 而且我覺得如果在專櫃可以買到的 它的價錢不算太貴 然後這個是洗面粉 那你拌一點水 一開始就會變成軟綿綿 很軟綿細的泡妝油 它溫和得來呢 我覺得它是洗得很徹底 而且洗完臉之後也不會乾的 然後平時我用得較多 就是這一支日本品牌子 叫做Irohada 那我挺喜歡它的天氣用 因為它擠出來是很輕身的 有些水水的 就不會很厚很軟 塗上去我覺得薄薄的很舒服 通常我早上化妝前和淋睡前都會用的 它又不會令到我的化妝品... 它喜歡的成份是維他命B12 就是基本的 好了,說到化妝品了 其實我過去這兩三個月 我主要是用這兩支粉底液 兩個抹著輪流的用 首先就是這個粉餅 是Bear Minerals的Bear Pro 我用的顏色就是Warm Natural 12號 它是一個粉狀粉底 平時回家的話 我沒有時間就一定會用這個 它說它的成份是很天然 很多維他命和礦物 我自己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開心一點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盒聞起來很奇怪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太天然了 如果大家都有這盒 我想知道你們那盒是否有這樣的味道 還是只是我那盒有這樣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簡直超級無敵方便 我塗完防曬之後 就會用一個掃子全面掃勻 就可以出門口 又不用碎粉 一般淡淡的暗瘡印是可以遮蓋的 但如果你有很嚴重的暗瘡印 另外也要用遮瑕膏 如果你像我那樣大 我就不喜歡用這個粉上很多層去遮蓋的 因為始終眼底的位置比較乾 而且容易顯紋 我也是用普通的遮瑕膏 除了我很喜歡這個粉的成份 令我用得很安心 還有它很方便之外 我很喜歡它的容妝不夠美 說真的 現在6月天氣又晒又熱 哪會化全有個妝也不用 它是一個粉狀 剛剛上面的效果也挺雅致的 但那幾個小時 當我的麵油開始出來的時候 它就和我的麵油一起混在一起 它的感覺是很奶油 很滑 很像牛油 很滑 但它的容妝得來 它是容得漂亮的 只要你印一印就有些面油 補回一點點 妝已經很漂亮了 另外就是這個 JIVANCI的粉底液 它有SPF 20 PA 3 我用的顏色就是04號 這個顏色是超級合我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這支粉底液是慢用的 如果你平常想化一些很自然的妝 就是人家很近看 都不覺得你有什麼妝感的 可以用很少 它可以均衡膚色 就有一點好像Tinted Moisturizer 因為它很流質很水 而且它很貼面 但如果你想要高一點遮瑕度 一個無瑕一點的妝感 你用一噴至一噴半 很漂亮 如果大家想看我上面的效果 就可以看我上一條影片 我拍了一個畢業禮妝 這支雖然是一個很自然的粉底液 但我覺得你用它來上鏡拍片拍照 完全沒有問題 Jibonci除了有粉底液 它還有這個粉餅 對比起粉底液 我覺得它的粉餅相對沒有那麼好用 我覺得它的粉粒可以再幼細一點 加上它的價錢也不便宜 說起粉餅 我想我已經有一個心上人 所以我暫時都不想愛上另一個粉餅 就是這一盒 雖然它的包裝沒有剛剛那個那麼英俊 而且有點涼 有點太成熟 我之前就有說過它的Creme粉底液 超好用 真的很棒 我看到它的粉底液得那麼好 我就買了它的粉餅來試 不盡我所料 真的很好用 是我人生用過其中一盒 最好用的粉餅 這個粉 你摸下去的時候已經很滑 很幼細 明明是粉來的 但它的感覺是很保濕的 不過我就不會化完妝 用它來定妝 我就會每天是每天 放在手袋裡 用來補妝 它真的很滑 很貼 一上臉是遮蓋了毛孔 而且妝過了整天 脫到差不多 你掃一點上去 已經補回了遮瑕度 那妝就好像剛剛化妝一樣 不過你買回來的時候 它原本只有一個海麵泡 我自己補妝 我真的很喜歡用海麵泡 你看到海麵泡 用完之後是啡肉色 你是不想再放在臉上 我現在偷了另一盒雪西道的掃 印一印走麵泡 你整個妝已經是新鮮 終於說到我最近一個很喜歡的牌子 就是Glossy 這個是我的好朋友Tonia 介紹給我的 這個牌子在香港可能不太多人認識 因為香港是沒有很多人買的 但我四月初的時候就去了紐約 超興奮 因為最近很多很多人都在這裡說了他們 我去到他們的店舖 都花了不少錢 我差不多整個collection都買齊了 是差了一些色味買齊 接下來我可以說的都是非常喜歡的 如果我沒有說的話 就真的未去到超級無敵喜歡 首先這個就叫做Cloud Paint 它是一個胭脂來的 我現在其實在塗著 不過我今天就不是塗得很重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它一推開 簡直好像你的臉散開出來 好像你剛剛喝完兩杯紅酒 有些Asian Flush 大家應該留意到 其實我很少推介一些cream blush 因為我之前用的 其中一個Bobbi Brown 不好意思啦 雖然你不是太便宜 但是我用過這個cream blush 很黏黏黏 上到臉很難推 之餘的盒子是黏了層 你用了一兩次之後 你是不想再用的 這個包裝很方便 又不會黏到東西 而且它的質感是比較水 上到臉是非常容易推 很容易控制的 唯一我是不喜歡的 就是 也不是說不喜歡的 就是它真的很浪費時間 因為你要扭開 然後慢慢推 如果你趕時間 就不要用這個了 那當然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完全是值得 因為它的效果出來 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剛剛的胭脂 是一定要配這個唇膏 因為它們的顏色 都是差不多 有點像的 它是非常自然的 它的顏色是很透的 那如果你喜歡一些 自然一點的唇妝 這個是很適合你 一定要試一個 因為Glossy這個品牌 主要就是售 化妝好像沒有髮 自然到好像天生麗質那種妝 所以這個呢 就算你塗100種 它也是這樣的 顏色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塗了這個胭脂和唇膏 一定有人問我 我現在在塗什麼 這個是Glossy的Boy Brow 我自己呢 是每一天都要塗眉膠 我想不到有什麼原因 你是不塗眉膠 因為令到你的眉毛 根根分明 Long 整個眉妝 是漂亮很多 立體很多 我說這句話 意義更大 不過我都要說 這個是我一世人 用過最好用的眉膠 我喜歡它的地步已經去到 因為我上次買了一支 所以我現在是不捨不得再用 我不敢再用它 我用的顏色是Brown 我現在逐樣逐樣跟大家數它 它有什麼好 首先它的價錢呢 不算超級無敵貴 它的刷頭非常油細 很容易塗 它的方法 不太乾 不太水 如果太乾的話 很容易塗到眉毛 一粒一粒很卡 如果它太水 就會很容易塗到皮膚 但是這個是 在正中間 是真的 好好用 另外就是這個 Lip Gloss 說真的 它就不算有什麼特別的 呃... 我幾喜歡 就襯來 這個唇膏一起用 它又不會太黏 而且它有點粉粉 所以你單用的話 都不會覺得 你的唇色好像很病 最後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盒 One Day I Can View Define的 大眼仔 如果我那天是拍照 拍片 想漂亮漂亮 我都會戴大眼仔 我唯一會戴的牌子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是非常自然 很舒服 但是全天都不會很乾 因為我的眼睛 真的不太大 我不可以戴放大 太誇張 如果不是遮掃眼把 我會好像倉鼠一樣 還有 我最不想發生的一件事 就是我很害怕 那些大眼仔 雖然老實說 我現在已經有少少這個狀況了 就是隨形 就是看著自己 總是覺得差點東西 但是也不算很嚴重 因為始終他們都是很自然 說回這盒 我平時是用他們的閃亮金 但是這個是一個新顏色 就好像去年12月的時候出的 它是一個深啡色 那就是很適合我的眼珠 因為我本身的眼睛是黑的 如果底太淺色就會很奇怪 另外它也有新出過深灰色 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啡色 反正是每月最愛 很想和大家分享 最近我有玩SIMS SIMS是一個電腦遊戲 我是從SIMS1開始 我已經玩了 然後才是小學 然後出到SIMS4 不知道為什麼抽到哪條筋 我在打SIMS 然後我打得有點過分 打到連教也不捨得睡 然後一早起床 我就顧著打機 但我現在玩到很想升職 還有我生了一個兒子 但是我兒子有十幾個女朋友 還有六個兒子 六個都是不跟媽媽生的 希望你們不要擔心我 但如果你有玩SIMS1 應該會知道我講什麼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多謝你們看到最後 還有多謝你們收看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了 Bye 快點